季节交替天气变化大 感冒病毒肆虐 但如果咳嗽症状超过两星期还没好 得特别注意 黄军药医师强调 近期诊间主书咳嗽患者至少增两成 多次疏忽病因而言无病成 包括感染非典型肺炎 或是本身有慢性疾病控制不佳 非典型肺炎中最常见就是梅浆菌 比一般肺炎链球菌致命性低 透过X光可确诊 咳嗽症状会混杂弹疫 且会有发烧症状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 慢性疾病像是有鼻痘炎容易鼻涕倒流 气管发炎如气喘 或是老烟腔里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 因发疑反应没有受到控制都容易咳嗽有弹 最好依医主服药 另一种慢性病较难控制 就是火烧心 喉咙咖咖容易干咳 得靠痴酸剂 而像是慢性咽喉炎也会有类似的症状 一受到刺激就咳 建议要少讲话不休息哦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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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